那我知道你虽然是第一次来到非洲 但是其实参加这个环境署的活动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环境署吗 第一次应该是在2016年的3月份 然后当时是为生命呐喊 自从其实担任环境署大使以来呢 对这样的一些环保的意识 也是慢慢的不断的提升 然后这次也是来到这里参加了 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盟的一个发布会嘛 所以讲的就是可持续生活跟时尚的一种联系 那么可能大家可能不会想到 可持续生活跟时尚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今天上午呢 我去参观了在这边的一个海洋垃圾艺术工厂 他们就是将海洋上的一些垃圾 然后通过手工上的一些制作吧 制作成一些非常具有非洲这种 特色的一种手工艺品 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 一种创新的一种精神是特别值得学习的 那其实你这样一步步的走来 是不是觉得自己在环保方面 也是一个假的 环保艺术我觉得是人人都要有的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环保就是不要去贪大 其实就是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做起 以身作则 那么我其实也就是跟大家一起提高一种环保意识 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带动大家 更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吧 所以其实这是你觉得作为工作人员 应该承担你的责任吧 对 因为其他方面日常生活中 会不会跟你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些分享 会的 比如说有时候大家一起出门吃饭 就会尽量去少用一次性筷子 或者说那么我在剧组也是会自己带水杯 不尽量去用那些一次性的一些杯子这样 其实我之前也关注过你 其实发起过一些环保的倡议行动 那么就是在这个倡议行动里 你觉得自己收获比较多的时候 收获比较多的我觉得就是 就感受到大家都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 好 非常感谢 那你下半年会有什么新作品 或者是新歌的那些面吗 下半年应该会有 有新歌跟大家见面 也是正在拍摄一部电影叫《七四九局》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